大家好,我是Raymond Wong,人稱社長 歡迎大家收聽《望向聲音專欄》 我們的新嘗試,許樓山已經錄了好幾節 這次是我的第一次,希望跟大家說說說故事 現在錄音時間是2019年9月11日 香港時間是早上的六點鐘 支持我們的朋友,希望你可以訂閱、點讚 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朋友 還有可以看看我們廣告客戶的說話 有些對的產品可以幫助我們廣告客戶 上星期六,9月7日 那些黃蟲 先說一下 我們這個頻道說黃蟲的意思 就是指黃衛兵、黃絲和黃色回體的蠻蟲分子 他們那些人又要搞機場 香港警察就在機場一帶就嚴陣以待 這個是很正常的 下午4點鐘左右 警察就在東涌 守私家車 有警察對這個女城客做一些初步的手伸 初步手伸是什麼呢 就是要摸一下大腿 即是碰到,不是真的摸 碰到大腿、手 以及揭起長頭髮的女士的頭髮 看看他有沒有藏在頭髮裡面 可能是刀片或是可以收到頭髮裡面 這一張照片就被人放了上網 有很多黃蟲就馬上說 南警 借機抽水 大家變態 杜汶澤 他有個Layshow網台 立刻做了圖 就說 香港警察 就說 有網民就發了一張正面的照片 指出當時的 執行職務 首身職務的是女警 除此之外 香港警察的公共關係 科高級警司江永祥 就在前日 9月9日的記者會上 都說 警察在東涌截庭搜查 要求一輛車上的乘客 下車接受首身 就是由一位女警員 對那位女士進行首身 證明他們就炒了車 即是 怎麼說呢 這件事 非常之 好笑 令我想起 蘇適和佛印 一起 打坐參選的故事 蘇適就是大才子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蘇東坡 佛印高僧 兩人都經常參禪 打坐 佛印和禪師 老實 經常被蘇東坡欺負 蘇東坡欺負 有時 口頭上佔了一些好處 抽到水 很開心 經常跟她的財女妹妹 蘇小妹說 蘇小妹相傳是蘇遜的女兒 蘇適和蘇徹的妹妹 秦少游的妻子 野史再其名叫蘇珍 是北宋的才女 和她的慶長蘇適都經常 作師對隊取落 淫師作隊 宋朝已經非常盛行 好了 有一天 佛印禪師 和蘇適一起打坐 蘇適就問 喂 你看看我像什麼 跟佛印說 佛印禪師就說 我看到你 真是很像一尊佛像 蘇適就大笑 哈哈 跟佛印說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你 坐在這裏像什麼 真是像牛屎 這次佛印又 真是沒有話可說 被她這樣抖一抖 蘇適回到家 就去蘇小妹面前 你看我多厲害 佛印都被我玩了一鍋 然後蘇小妹又冷笑一下 然後就跟大哥說 你這些五性還想參閃 你知不知道參閃的人最講究的是什麼 就是見心見性 心中有的 眼中就會有 佛印禪師說你像一尊佛像 證明她心中有一尊佛像 你說佛印禪師好像刀牛屎 你想想你心中有什麼 我聽說 杜汶澤也是信佛的 他的誤性可能不太高 所謂的見心見性 他跟一眾黃絲 看到警察對女乘客作出初步手伸 一見到 觸摸 腿部 手部 頭髮 立刻想到的就是 警察借機抽水 涵濕 賤格 他們心中究竟有什麼 杜汶澤的網台 一向都是用幾位 上圍豐滿的女士的兩大訴求來吸精 本來 娛樂界賣魚溝不是大問題 但是 他就是用魚溝來包裝謠言 讓謠言在黃蟲眼中 看來就是新聞報道 他買的是否真的 大咸濕家造謠呢 香港警察從來都非常專業 處理女嫌疑人 一定是女警員負責的 為什麼杜汶澤他會覺得 男警察會蠢到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主動去摸女嫌疑人的腿部 手部和頭髮呢 沒錯 有一班 邱班警員曾經犯過一些風化案 不是很多 是個別例子 把個別例子說成普遍現象 除了為了削弱香港警察的公信力之外 還有就是要照顧香港的仇警市場 這個仇警市場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位置 不正常地大 是政府一定要處理的地步 我就很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拿出一些實際的對策 去改善這種仇警的情緒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聽完節目的朋友 可以留言給我 你們告訴我 你們覺得這個節目是怎樣 覺得好的話 記得分享給朋友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